《红楼梦》第32回 素肺腑心迷火宝玉 寒耻辱情烈死金串 话说宝玉见那麒麟 心中甚是欢喜 便伸手来拿 笑道 亏你捡着了 你是那里捡的 史湘云笑道 幸而是这个 明躺祸把印也丢了 难道也就罢了不成 宝玉笑道 道是丢了印瓶肠 若丢了这个 我就该死了 西人蒸了茶来与史湘云吃 一面笑道 大姑娘听见钱你大喜了 史湘云红了脸 吃茶不达 西人道 这惠子又害臊了 你还记得十年前 咱们在西边暖阁住着 晚上你同我说的话 那惠子不害臊 这惠子怎么又害臊了 史湘云笑道 你还说呢 那惠子咱们那么好 后来我们太太没了 我家去住了 我家去住了一城子 怎么就把你派了个二哥哥 我来了 你就不像仙待我了 西人笑道 你还说呢 仙姐姐长姐姐短哄着我 替你梳头洗脸 做这个弄那个 如今大了 就拿出小姐的款来 你既拿小姐的款 我怎敢亲近呢 史湘云道 阿弥陀佛 冤枉冤灾 我要这样 就立刻死了 你瞧瞧 这么大热天 我来了 必定敢来先瞧瞧你 不信你问问女儿 我在家时时刻刻 那一回不念你几声 话未了 忙得席人和宝玉都劝道 玩话你又认真了 还是这么性急 史湘云道 你不说你的话 耶人 道说人性急 一面说 一面打开手帕子 将戒指地语袭人 袭人感谢不尽 音笑道 你前送你姐姐们的 我已得了 今儿你亲自又送来 可见是没忘了我 指这个就是出你来了 戒指儿能指多少 可见你的心真 史湘云道 是谁给你的 西人道 是宝姑娘给我的 湘云笑道 我只当是林姐姐给你的 原来是宝钗姐姐给了你 我天天在家里想着 这些姐姐们再没一个比宝姐姐好的 可惜我们不是一个娘养的 我但凡有这么个亲姐姐 就是没了父母 也是没妨碍的 说着 眼睛圈就红了 宝玉道 爸 爸 爸 不用提这个话 史湘云道 提这个便怎么 我知道你的心病 恐怕你的林妹妹听见 又怪称我赞了宝姐姐 可是为这个不是 西人在旁吃的一笑 说道 云姑娘 你如今大了 月发心 只口快乐 宝玉笑道 我说你们这几个人难说话 果然不错 史湘云道 好哥哥 你不必说话 教我恶心 只会在我们跟前说话 见了你林妹妹 又不知怎么了 西人道 且别说完话 正有一件事还要求你呢 史湘云便问什么事 西人道 有一双鞋 抠了电心子 我这两日身上不好 不得做 你可有功夫替我做做 史湘云笑道 这又急了 你家放着这些巧人不算 还有什么针线上的 裁剪上的 怎么教我做起来 你的活迹叫谁做 谁好意思不做呢 西人笑道 你又糊涂了 你难道不知道 我们这屋里的针线 是不要那些针线上的人做的 史湘云听了 便知是宝玉的鞋了 殷笑道 既这么说 我就替你做了吧 只是一件 你的我才做 别人的我可不能 西人笑道 又来了 我是个什么 就凡你做鞋了 时告诉你 可不是我的 你别管是谁的 横竖我领情就是了 史湘云道 论理 你的东西也不知 凡我做了多少了 今儿我倒不做了的缘故 你必定也知道 西人道 道也不知道 史湘云冷笑道 钱我听见 把我做的扇套子 拿着和人家比 赌气又搅了 我早就听见了 你还瞒我 这惠子又叫我做 我成了你们的奴才了 宝玉芒笑道 钱的那是 本不知是你做的 西人也笑道 他本不知是你做的 是我哄他的话 说是心进外头 有个会做活的女孩子 说杂得出奇的话 我叫他拿了一个扇套子 试试看好不好 他就信了 拿出去给这个 瞧给那个看的 不知怎么 又惹恼了林姑娘 搅了两段 回来他还叫赶着做去 我才说了是你做的 他后悔的什么事的 史湘芸道 月发奇了 林姑娘他也犯不上生气 他机会捡 就叫他做 西人道 他可不做呢 饶这么着 老太太还怕他劳碌着了 大夫又说好生静养才好 谁还烦他做 就年好一年的功夫 做了个香大 今年半年 还没拿针线呢 正说着 有人来回说 兴隆街的大爷来了 老爷叫二爷出去会 宝玉听了 便知是甲雨村来了 心中好不自在 新人忙去拿衣服 宝玉一面蹬着靴子 一面抱怨道 有老爷和他坐着就罢了 回回定要见我 史湘芸一边摇着扇子 笑道 自然你能会宾接客 老爷才叫你出去呢 宝玉道 那里是老爷 都是他自己邀请我去见的 湘芸笑道 竹雅客来琴 自然你有些仅他的好处 他才只要会你 宝玉道 爸 爸 我也不敢撑雅 俗中又俗的一个俗人 并不愿同这些人往来 湘芸笑道 还是这个情形不改 如今大了 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 也该常常地会会这些为官作载的人们 谈谈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 也好将来应酬事物 日后也有个朋友 没见你成年界只在我们队里脚些什么 宝玉听了道 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做作 我这里仔细误了你之经济学问的 西人道 云姑娘快别说这话 上回也是宝姑娘也说过一回 她也不管人脸上过的去过不去 她就咳了一声 拿起脚来走了 这里宝姑娘的话也没说完 见她走了 灯石修的脸通红 说又不是 不说又不是 幸而是宝姑娘 那要是灵姑娘 不知又闹到怎么样 哭得怎么样呢 提起这个话来 珍珍的宝姑娘叫人敬重 自己扎了一会子去了 我倒过不去 只当她恼了 谁知过后还是照旧一样 珍珍有涵养 心地宽大 谁知这一个反倒同她身份了 那灵姑娘见你赌气不理她 你得赔多少不是呢 宝玉道 灵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不曾 若她也说过这些混账话 我早和她生分了 行人和湘芸都点头笑道 这原是混账话 原来林黛玉知道 使湘芸在这里 宝玉又敢来 一定说麒麟的缘故 因此心下存夺着 近日宝玉弄来的外传也使 多半才子家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 或有鸳鸯 或有凤凰 或玉环金配 或娇怕鸾韬 皆有小物而遂终身 金乎见宝玉亦有其零 便恐借此生戏 同使湘芸也做出那些风流家事来 燕儿悄悄走来 见机行事 已查二人之意 不想刚走来 正听见使湘芸说 经济一事 宝玉又说 林妹妹不说这样混账话 若说这话 我也和她生分了 林黛玉听了这话 不觉又喜又惊 又悲又叹 所喜者 果然自己眼力不错 夙日认她是个知己 果然是个知己 所惊者 她在人前一片私心撑阳于我 其亲热后密 竟不必嫌疑 所探者 你既为我知知己 自然我亦可为你知知己 既你我为知己 则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哉 既有金玉之论 依该你我有知 则又何必来一宝拆栽 所悲者 父母早逝 虽有明心刻骨之言 无人为我主张 旷近日美觉神思恍惚 并已建成 医者更云气若血亏 孔至劳怯之政 你我虽为知己 但孔子不能久待 你纵为我知己 奈我博命何 想到此间 不禁滚下泪来 带进去相见 自觉无畏 便一面是泪 一面抽身回去了 这里宝玉茫茫地 穿了衣裳出来 忽见林黛玉 在前面慢慢地走着 似有事类之状 便忙赶上来 笑道 妹妹往那里去 怎么又哭了 又是谁得罪了你 林黛玉回头见是宝玉 便勉强笑道 好 我何曾哭了 宝玉笑道 你瞧瞧 眼睛上的泪珠未干 还撒谎呢 一面说 一面禁不住 抬起手来替她示泪 林黛玉忙向后退了几步 说道 你又要死了 做什么这么动手动脚的 宝玉笑道 说话忘了情 不觉得动了手 也就固步地死活 林黛玉道 你死了 倒不知什么 只是丢下了什么金 又是什么麒麟 可怎么样呢 一句话又把宝玉说急了 赶上来问道 你还说这话 到底是咒我还是弃我呢 林黛玉见问 方想挤前日的事来 遂自毁自己又说造次了 盲笑道 你别着急 我原说错了 这有什么的 金都抱起来 急得一脸汗 一面说 一面禁不住进前 伸手替她市面上的汗 宝玉瞅了半天 方说道 你放心 三个字 林黛玉听了 正了半天 方说道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不明白这话 你倒说说 怎么放心不放心 宝玉叹了一口气 问道 你果不明白这话 难道我素日 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错了 连你的意思 若体贴不着 就难怪你 天天为我生气了 林黛玉道 果然我不明白 放心不放心的话 宝玉点头叹道 好妹妹 你别哄我 果然不明白这话 不但我素日之义白用了 且连你素日代我之义 也都辜负了 你皆因总是不放心的缘故 才弄了一身病 但凡宽慰些 这病也不得一日重死一日 林黛玉听了这话 如轰雷撤电 细细思枝 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来的 还觉恳切 竟有万句言语 满心要说 只是半个字也不能吐 却正正地望着他 此时宝玉心中也有万句言语 不知从那一句上说起 却也正正地望着黛玉 两个人正了半天 林黛玉止咳了一声 两眼不觉滚下泪来 回身便要走 宝玉忙上前拉住 说道 好妹妹 且略站住 我说一句话再走 林黛玉一面是泪 一面将手推开 说道 有什么可说的 你的话我早知道了 口里说着 雀头也不回进去了 宝玉站着 只管发起呆来 原来方才出来慌忙 不曾带着扇子 习人怕他热 忙拿了扇子赶来送于他 呼抬头见了林黛玉和他站着 一时黛玉走了 他还站着不动 叶尔赶上来说道 你也不带了扇子去 亏我看见 赶了送来 宝玉出了神 见习人和他说话 并未看出是何人来 便一把拉住 说道 好妹妹 我的这心事 从来也不敢说 今儿我大胆说出来 死也甘心 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 在这里 又不敢告诉人 只好掩着 只等你的病好了 只怕我的病才得好呢 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 习人听了这话 吓得破消魂散 只叫神天菩萨 坑死我了 便推他道 这是那里的话 赶是中了邪 还不快去 宝玉一时醒过来 方知是习人送扇子来 羞得满面子杖 夺了扇子 便茫茫地抽身跑了 这里习人见他去了 自私方才之言 一定是因待遇而起 如此看来 将来难免不才之事 病人可惊可畏 想到此间 也不觉正正的滴下泪来 心下暗度如何处置 方免此丑获 正才一间 忽悠宝钗从那边走来 笑道 大毒日投地下 出什么神呢 新人贱问 盲笑道 那边两个圈儿打架 倒也好玩 我就看住了 宝钗道 宝兄弟这会子穿了衣服 忙忙地那去了 我才看见走过去 倒要叫住问他呢 他如今说话越发没了经纬 我故此没叫他了 由他过去罢 新人道 老爷叫他出去 宝钗听了 忙了 哎呦 这么黄天鼠热的 叫他做什么 别是想起什么来生了气 叫出去教训一场 新人笑道 不是这个 想是有课要会 宝钗笑道 这个课也没意思 这么热天 不在家里凉快 还跑些什么 新人笑道 倒是你说说吧 宝钗一而问道 云丫头在你们家做什么呢 新人笑道 才说了一惠子闲话 你瞧 我前沾的那双鞋 明叫他做去 宝钗听见这话 便两边回头 看无人来往 便笑道 你这么个明白人 怎么一时半刻的 就不会体谅人情 我进来看着云丫头神情 再风里言风里语地听起来 那云丫头在家里 静一点做不得主 他们家闲费用大 静不用那些针线上的人 差不多的东西 多是他们娘们动手 为什么 这几次他来了 他和我说话 见没人在跟前 他就说家里累得很 我再问他两句 家常过日子的话 他就连眼圈都红了 口里含含乎乎 带说不说的 想急行警来 自然从小没爹娘的苦 我看着他 也不觉得伤起心来 习人见说这话 将手一拍 是了 是了 怪到上月我凡他 打十根蝴蝶结子 过了那些日子 才打发人送来 还说打得粗 且在别处 能着屎吧 要云静的 等您来住着 再好生打吧 如今听宝姑娘这话 想来我们烦她 她不好推辞 不知她在家里 怎么三更半夜地做呢 可是我也糊涂了 早知是这样 我也不烦她了 宝钗道 上次她就告诉我 在家里做活 做到三更天 若是替别人 做一点半点 她家的那些奶奶 太太们 还不受用呢 西人道 偏生我们那个 牛心左性的小爷 凭着小的大的活计 一概不要家里 这些活计上的人做 我又弄不开这些 宝钗笑道 你理他呢 只管叫人做去 只说是你做的就是了 西人笑道 那里哄得信他 他才是认得出来了 说不得 我只好慢慢地累去罢了 宝钗笑道 你不必忙 我替你做些如何 西人笑道 当真的这样 就是我的福了 晚上我亲自送过来 一句话未了 忽见一个老婆子 忙忙走来 说道 这是那里说起 金串姑娘 好好地头颈死了 行人唬了一跳 忙问那个金串 哇 那里还有两个金串呢 就是太太屋里的 前不知为什么撵她出去 在家里哭天哭地的 也都不理会她 谁知找她不见了 刚才打水的人 在那东南角上井里打水 建一个尸首 赶着叫人打捞起来 谁知是她 他们家里还只管乱着要救活 那里中用了 宝钗道 这也奇了 西人听说 点头赞叹 享素日同气之情 不觉流下泪来 宝钗听见这话 忙向王夫人处来到安慰 这里西人回去不提 却说宝钗来至王夫人处 只见鸭雀无闻 独有王夫人在礼间房内坐着锤类 宝钗便不好提这事 只得一旁坐了 王夫人便问 你从那里来 宝钗道 从园里来 王夫人道 你从园里来 可见你宝兄弟 宝钗道 才到看见了 她穿了衣服出去了 不知那里去 王夫人点头哭道 你可知道一桩奇事 金串忽然投井死了 宝钗见说 怎么好好的投井 这也奇了 王夫人道 袁世强她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 我一时生气 打了她几下 撵了她下去 我只说其她两天 还叫她上来 谁知她这么气性大 就投井死了 岂不是我的罪过 宝钗叹道 姨娘是慈善人 固然这么想 据我看来 她并不是赌气投井 多半她下去住着 或是在井跟前撼完 湿了脚掉下去的 她在上头居树惯了 这一出去 自然要到各处去玩玩逛逛 岂有这样大气的理 纵然有这样大气 也不过是个糊涂人 也不为可惜 王夫人点头探道 这话虽然如此说 到底我心不安 宝钗叹道 姨娘也不必念念余姿 十分过不去 不过多赏她几两银子 发送她 也就尽主仆之情了 王夫人道 刚才我赏了她娘 五十两银子 原药还把你妹妹们的 新衣服拿两套 给她装过 谁知凤丫头 说可巧都没什么 新做的衣服 只有你林妹妹 做生日的两套 我想你林妹妹那个孩子 素日是个有心的 况且她也三灾八难的 既说了给她过生日 这惠子又给人装过去 岂不忌讳 因为这么样 我先叫裁缝赶两套给她 要是别的丫头 赏她几两银子就完了 只是金串儿虽然是个丫头 素日在我跟前 比我的女儿也差不多 口里说着 不觉累下 宝钗忙道 姨娘这惠子 又何用叫裁缝赶去 我钱倒做了两套 拿来给她起步省事 况且她活着的时候 也穿过我的旧衣服 身量又相对 王夫人道 虽然这样 难道你不忌讳 宝钗笑道 姨娘放心 我从来不计较这些 一面说 一面起身就走 王夫人忙叫了两个人 来跟宝姑娘去 一时宝钗取了衣服回来 只见宝玉在王夫人旁边 坐着捶泪 王夫人正才说她 殷宝钗来了 却掩了口不说了 宝钗见此光景 察言观色 早知觉了八分 于是将衣服交割明白 王夫人将她母亲叫来拿了去 再看下回便知 微信 傻重 喔 这种事 我据说 我据说 我据说